体验虚拟实境游戏现在又多了一个新据点 由市府和资测会以及手机大厂合作 打造全国最多款游戏的体感乐园 代理事长许立明表示 高雄是补助新创团队最多经费的城市 随着新据点开幕 未来希望让体感业者从高雄出发迈向国际 戴上3D眼镜摆动身体 代理事长许立明玩起体感游戏融入其中 在这边枪战其实是非常好 而且是非常新颖 这个4对4的VR的枪战 真实的对抗 我相信是全台湾首创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我们总共有43款的体验跟游戏 分别是VR的相关的游戏都在这里 我相信这个马上就会变成 全台湾最火红的体感战 这座占地250平 也是全国最大的游戏体感乐园 在市府资测会及知名手机业者 吹声下正式开幕 汇集最新并且最多款的AR VR游戏 徐立明表示高雄不仅是 补助创新团队最多经费的城市 同时也多方体育相关人才 不管在税负上面 在补助的计划上面 都是全台湾各线市最多的 那当然另外一个部分 我们在体感的 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就是在人才 所以市政府也推出了很多的 体感的学院 我们从视觉设计到城市设计 游戏设计 甚至包含AR VR的场景制作 这些跨领域的人才 我们都积极的进行培养 包含了42款AR VR游戏 极多人连线对战擂台 游戏内容分极 适合全家一起玩 乐园开幕后 不仅民众有体验游戏的空间 也提供新创业者展示平台 最恐怖的就是 那个木板那个晃动感 在那个虚拟空间里 非常可怕 那新创团队 很多的事实上 我们希望它形成一个 群聚的效应 所以我们希望在这边 常常有跟开发者的 一些碰面会 然后在这边同时 举办很多的科技研讨 希望我们希望能够 邀请不同场域的 不同领域的专家 进来针对技术的问题 做探讨 做分享 所以我们希望变成一个 常规性的一个活动 为了让更多民众 有机会体验这些 虚拟实际的游戏 业者也推出多项开幕优惠 一个是单一个 个别的游戏 个别的收费 那另外呢 我们有把它组成一个 套票的形式 就是相同性质的游戏 我们把它组成一个 套票的形式 这是另外一个方式 在第一个页里面呢 我们有很多的折扣这样 我们大概偷偷花了大概 估计大概100多万的 一个奖品 在从今天开始 一直到11月底 来提供给消费者这样的 结合数位产业的基础 硬体应用等优势 让体感业者从高雄迈向国际 透过培育人才加入 将高雄打造成为亚洲体感之都 港督新闻林平阳 罗绍军 蔡宝报道